穿着超商之服 他就是四处白吃白河 24岁王姓女子和妈妈一起 成田为妃作歹 四处吃霸王餐 甚至还会闯入他人婚宴 遭到起底成了婚宴蟑螂 想不到为什么会有厚礼品这样子 点了东西不付钱 那在父亲店家吃东西也不付钱 还跟我炫耀 直接告诉我们的招待说是男方的 包菜色的时候 有阻止同桌的友人 说这道菜我们要包你不能吃 嚣张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多名受害业者出面控诉 扬言提告却找不到人 到现在就连台北地检署 也被他们放格子 29号打电话传唤母女俩 王姓女子姓氏淡淡 说自己一定会出庭 却开始瞎扯自己跟妈妈失联了 但她事后根本没现身 依法规定被告者无正当理由 不到场者得居提 婚宴蟑螂因此遭到通弃 数量有限哦 这个小生长也才拿得到 去年底新郎气呼呼出面痛斥 婚宴遭母女俩入情 没想到事后越来越多苦主献神 表示自己的汤包店也被吃霸王餐 就连外送业者也说送东西过去拿不到钱 房东忍无可忍 说母女俩积欠房租两个月 让她相当困扰 白吃白喝四处诈骗 母女俩被肉搜后 丝毫没有回忆人继续重操就业 现在就连北检传唤都不放在眼里 即将从喜宴蟑螂 变成警方可直接逮捕的通弃犯 借刘瑞松香林台北报道